特来请教的一号选手究竟是谁 来 接下来掌声有请他 闪亮登场 哎呀妈呀 哇 好 哇 这个太到位了 到位啊 哎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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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刀有点危险 接下来不会滚 好 好 这一出场就不太谦虚算了 不握手了姑娘 江湖传闻 此地有位杨老前辈 乃是神雕侠杨过之后人 姓杨 名番阁 我特地前来拜访 希望跟前辈 能够切磋 一绝此胸 你女侠 那个你误会了 你看首先呢 从基因学 遗传学来讲呢 我是两个哥们 肯定跟杨过也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呢 我也帮过我们老杨家的族谱啊 我们把背上都没有叫杨过呢 所以你看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呢 杨过的后人 有的随了母姓姓姜的 你看有没有可能呢 这个招我是肯定不敢接的 因为你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主持越战越勇以来啊 选手出场方式最特别的 咱不说那些题外话 你是武术世家吗 我不是武术世家 爸爸妈妈就是普通的那个工人 那怎么可能 一般在台上就是展现功夫的都是世家 特别是一个女孩子对不对 如果男孩说那痴迷什么功夫 喜欢当功夫明星 行侠仗义可以理解 一般女孩子小的时候不都喜欢一些 比较温柔的可爱的这种理想职业啊 对不对 在这方面就是我父母一开始培养 就是有一些分歧 一开始我妈妈是想让我往淑女那方面走 结果我从小就属于像男孩一样 人家都是玩洋娃娃 我就喜欢上房接娃 要么是在房上 要么就在树上 然后我 偶啊 对 我家里属于是就是二层楼那种 有那个台阶楼梯 我从来不是正着这样走 都是从侧面 抓那栏杆三两下就上去了 然后滑着那个扶手就滑下来了 然后我妈送我去练过一段舞蹈 就经过一段时间学习 那个舞蹈老师就把我妈叫过来了 说咱家姑娘啊 不太适合练舞蹈 人家都是柔柔柔柔的这样练 你家姑娘跳舞 就要跳 然后所有动能 出手特别有爆发力 对 都是特别有钢筋 然后就说要不咱换一个 然后当时正好那个黄飞红特别火 我特别崇拜那个黄飞红 我正好我叫红飞 我当时就说你们不能叫我红飞 你们倒过来念 我叫飞红 然后我爸 然后就看到了我的未来一样 就把我送到了无效里了 就这么着 我就一直练武术了 所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对 就你自己喜欢武术 对 喜欢 哎呀那照片子看了 这是你啊 这是我小时候 哎呀天哪 哎呀那小眼神啊 好可爱 小李小龙啊 真像 男生都比较怕我当时 那年你几岁 六岁我就开始习武了 然后九岁就被选到了 那个河北省 进行专业的武术训练 那真正来到我们校里边 我猜啊 应该是男同学 要比女同学多吧 对 女孩特别少 男孩比较多 然后我当时也是短头发 跟男生一样 师兄弟们 他们都是光着膀子练 我也光着膀子练 然后后来 后来是到了八九岁以后 那校长就过来了 说你再也不能 这个光着膀子练了 然后我才穿上 女孩 对 但是其实今天洪飞在登台的时候 已经不再像小时候那张照片了 好像性别是比较模糊的 像个男孩子一样 其实还是讲话 那种感觉是小女生的 也挺温柔的 那一面好像 只要你拿起兵器的时候 兵认的时候 你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这是不是在大学这几年当中 改变过来的 对 以前在队里 就是跟师兄弟们 都是称兄道弟的 后来到了大学以后 我就发现 原来女生也可以如此地温柔 然后我就开始 有意识地做一些改变 那你在学着 变得更加女人的时候 有哪一件事 事实上你觉得 学起来很难的吗 就是一开始 是不太会撒娇的那种 如果找了习武的 这样的女朋友 是不是男的 就学会撒娇了 可能不会 那撒娇总得有一个对象 对不对 说明在大学的时候 有男朋友 对 在大学的时候谈过 就谈过 谈过 那也就意味着现在 现在没有 分开了 对 但你看说到这儿 这话题多伤感 大侠还是孤身一人 对吗 对 所以今天来到 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不会是来比武 招亲的吧 那我也 我既然来了 就别白来了 那我也说一下 不想一个人走了 是吗 说一下我的交友想法怎么样 可以 可以 就是 我就是想澄清一下 就是我 我其实在平时 不是一个特别凶的人 也不会随便去打人 然后就希望大家 不要怕我 不要害怕我 然后我想找一个 比较温柔的 对我贴心一点 你也可以不用特别厉害 我可以保护你 听到这些 我看他 就性格这么活泼 然后这么多面 然后他应该身边 不缺这个 缺追求者 就是工作以后 环境的问题 就是当老师嘛 就接触的 就是学校这些老师 平时周末 出去的外交什么的 就工作以后就少了 但我觉得你今天 一旦上了越战越勇 估计啊 这个追求你的男孩子 会非常非常踊跃 因为不觉得 你是那种冷冷的 只会武术的 那种愣愣的 那种女孩子 相反 当这个杨帆 跟你对话的时候 我觉得你特别活泼 特别可爱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 一个当代的这个 花木兰 然后我相信 你也一定会找到 你最好的一个归宿 谢谢老师 正是因为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才有属于自己 独特的美 所以我希望 这段播出之后 电视机前 逝灵的男士朋友 有意想结识 我身边的这位红飞 想走进她的世界 请勇于和我们 越战越勇栏目组 进行联系 请你珍惜身边 这个可爱的 善良的女孩子 请对她的人生负责 否则后果自负 接下来为了更加体现 你柔美的一面 就是你唱歌 跳舞的时候了 好吧 今天准备了一首什么歌 隐形的翅膀 好 不是男人当自强 好好好 要请要请 谢谢你 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 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 隐形的翅膀 待我飞飞过绝望 不去想他们 拥有美丽的太阳 我看见每天的夕阳 也会有变化 我知道我一直有 双隐形的翅膀 待我飞给我希望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寥寥 我终于翱翔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静心的翅膀 让梦很久比天长 留一个愿望 让自己想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